哈利路亚 回家的感觉真好 阿们 你们喜乐吗 我刚从缅甸回来 所以缅甸人欢迎的时候 就是上台的时候都会讲 明格拉巴 你可以跟我一起讲吗 明格拉巴 笑着讲 不要苦着讲 我不是在骂粗话 你知不知道 好 看一下你旁边跟他说 明格拉巴 对了 教会不是来参观的 是来做什么的 参与的 好 我觉得今天来到的感觉 需要再加强多一点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喜乐 阿们 你看一下你旁边有没有喜乐 有些好像假装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今天 在还没有正道的时候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因为我觉得在敬拜的时候 神把一句话放在我里面 就是说你知道吗 Chris 我呼召你是很喜乐的呼召你 哇 所以我今天来到聚会的时候 我要很喜乐的正道 我要你们很喜乐的听道 好不好 Brian你每次听道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很苦这样 你要几点结束这样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起配搭的工作来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 闭起眼睛 我们开声祷告好吗 来开声好吗 跟我一起 为我祷告 为着今天的聚会祷告 为着今天的话语祷告 Hallelujah 主耶稣 圣灵 保卫师 我们谢谢你 主啊 我求你这个时候运行 自由运行在这个圣殿的当中 在每个角落 主啊 主啊 你自己来动工 主啊 让每一个人心要敞开 主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 我们的电话成为我们写笔系的 而不是成为影响我们的 主啊 我们所打开的是主 你的话语 主啊 让我们的思想 对准你的心意 主啊 保守我们的心 圣果保守一切 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 把一切的疲累 从我们身上挪开 主啊 让喜乐的灵 放在我们中间 好 让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东西 能够影响我们听到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拍手荣耀上帝好不好 来要拍手大声的拍 神是佩德的Amen 我讲Hallelujah 你讲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感谢主 你知道吗 我从缅甸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缅甸的教会 虽然没有空调 很热 我们去到那里36度 可是他们对主的心 是这么的热忱 我多么想要把你们全部都带过去 让你们热一下 看你们是否在这样热的环境当中 仍然能够积极地敬拜神 你知道当你看到一个群体 他们什么都没有 可是呢 他们只说 主啊 只要有你就够了 我知道他们讲的都是真的 Amen 可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要知道 我们对主的心 是否是真的 经历一些困难 你就知道了 Amen 早一天我们把冷气关掉 看有没有人 还会很喜乐的服侍 有人曾经这样讲 你要知不知道 你的会友很爱主 你把冷气关掉 当然我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也是很怕热的人 不过在你的服侍的当中 有没有一些时候 你觉得说 你服侍跟人之间 有一些的争吵 甚至不要讲服侍 不要讲教会 因为在教会比较少 对不对 因为你旁边人 你都很爱的 对不对 好像越来越小声 不过 有没有一些人 你在你这么多年的 人生的当中 从来没有仇敌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人 没有 没有人举手 OK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 曾经有个牧师 问他的会友 他就这样讲 他说 在你们的生命 有没有人 没有仇敌的 然后没有人举手 后来有一个 很年长的 85岁的年长的弟兄 他就慢慢举起手来 哇 那个牧师很兴奋 他说 哇 Uncle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一生没有仇敌 他说 因为我今年85岁了 我的仇敌都死光了 要么就是你死 不然你的仇敌死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耶稣基督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123期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这个是世界所讲的 然后第44节 耶稣讲的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 大声再来读黄色的字 好不好 123期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 祷告 原来世界跟你讲说 你爱那些 爱你的就够了 可是耶稣每一次 祂的话 祂的真理 祂的原则 都是颠倒的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每一次 都让你输的 每一次都让你 跟世界不一样的 原来成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这样 原来成为爱主的人 永远都是走在 神国度颠倒的原则 阿们 可是今天有好多人 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仍然活在一个 世界的观念 所以为什么 我每一次讲说 你懂最可怜的什么 最可怜的基督徒 就是认识神 不过又活着 很像不认识他一样 今天我们要开始 一个新的书卷 甚至一个新的系列 讲到约拿书 你知道约拿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 其实有一种矛盾 这个矛盾 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这个矛盾是 好像在讲我们一样 因为你看到约拿的生命 你就会觉得说 很像是我 或者是很像是某某人 约拿书只有四章而已 它重点不在那条鱼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或者是多大 其实它的重点 是要让我们看到 神好爱世人 跟你旁边说 神好爱世人 所以如果你今天 什么都听不懂 你离开这个地方 你知道神爱世人 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当我在探讨 约拿书的时候 我再次的被神的爱感动 我再次的看到 我自己的缺乏 我再次的看到 原来神这个颠倒的 这个原则 有时候我都不想去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每一次 给神的答案就是说 我是人啊 又不是什么圣人啊 可是神要我知道说 当祂赐我力量的时候 当祂给我爱的时候 爱就能够流露出来 我曾经跟大家讲 一个故事 讲到一个小孩子 她跟他们妈妈讲说 妈咪妈咪 耶稣在哪里 妈咪跟她讲说 耶稣就在你的心啊 后来她看着妈咪 她吓到 她说妈咪 我的心很小 如果耶稣这么大创造宇宙 往我跑到我的心来 这样我的心就不会爆炸去了 可是他讲的这句话 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如果耶稣真进到我们的心 这样应该爆炸出来的 神的爱应该流露出来的 所以你今天来聚会 会喜乐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神的爱啊 Amen 原来当我们忘掉了 神颠倒的文化的时候 我们就很像约拿这样 我为什么要救我的敌人啊 你就会开始问一些 无理取闹的问题 对神来说是无理取闹 对我们来说是 很平常的问题 原来约拿书 让我们很简单的 跟大家解释约拿书 因为今天我要讲大纲 我要讲讲讲 我就把一张两张 三张四张讲完了 下个礼拜 他们就没有东西讲了 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请问请问一下 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读过 约拿书的 会会说一下 The Book of Jonah 没有读过的 没有 来有几个 这样不敢 OK不然我 我重新问我的问题 有谁读过约拿书的 举手一下好不好 OK 不是很多 很简单啊 今天讲完道 好好的去阅读一下 四张 今天晚上就可以读完了 OK 所以约拿书讲到什么 约拿书其实是小先知书 一直讲小先知 为什么是小先知呢 不是因为他个子小 也不是因为他不重要 小先知跟大先知的分别 就是他们的厚度 那个书卷的厚度 大先知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话讲 小先知就是比较短一点 所以他属于小先知书 那你知道约拿书跟其他的 这个先知书很大的分别 第一呢 就是别的先知书 都是在讲神托付先知讲的话 所以他记载在圣经里面 都是一句一句要给这个人的 要给以色列讲的话 可是约拿先知 关乎的是先知这个人 一直讲先知这个人 然后我们看到原来讲到先知这个人 是讲到什么样的人 是讲到一个不是很可爱的人 讲到一个不是很听话的先知 有没有听到 不是很可爱 又不是很听话 然后你转向你旁边跟他说 有时好像是我这样 你们怎么不承认呢 我承认 我觉得对神来说 对你们 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可爱 我的太太知道 我的家人知道 可能我的同工也知道 有时候讲话太激动的时候 就好像在骂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不是很可爱 甚至不是很想听神的话 或者是什么指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有张力 这就是有时候我们服侍的张力 我们很想去爱人对不对 可是 却面对一大堆的问题 一大堆的张力 那先知约拿 他是谁呢 他是亚米泰的儿子 他住在加特西佛 这个很简单 跟大家解释一下 在哪里呢 就在加利利海旁边 一起讲加利利海旁边 那他是在哪里服侍 是在北国服侍 然后他的同伴 同伴先知是阿摩斯跟何西阿 如果有一些人 你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名字 好好去读圣经 国家的敌人就是亚树 一讲亚树 亚树是树来的 这个是国家来的 亚树就是现在 现在亚树 亚树的地方 现在就是伊拉克 亚树被击倒了之后 就是巴比伦 就战略在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伊拉克这个地方 明白吗 我看有一些 这边的人好像不是很明白 不过这边的人都在点头 我在跟这边的人讲 我不用紧 我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背景很重要 你明白了这个背景 你更明白神的爱 所以拍一下你旁边跟他说 你一定要明白 那很简单跟家伙解释一下 这个土地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约拿是早期 在所谓的公园 公园这个 应该是700多年 700多年发生的一个故事 可是亚树王朝 是在公元911到605 605就被巴比伦 被完全的击败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 亚树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他们是很残暴的 他们会去到一个地方 然后去抓人 然后抓人的时候 不用紧 他们抓人 这边的年轻人 我发现 坐在这边都是年轻的 对不对 所以他会把这边的人 抓来放在这边的人 然后再抓这边的人 放到这边的人 OK 他会跟他混合起来 OK 走实在一个 OK 他会抓这边的人 乳去 然后放在这里 OK 今天你们就在这边听到了 OK 开玩笑 因为他要做工 你有没有发现到 原来这主人 或者是这个国家 很可怜 来掌声鼓励一下 他们把他乳去的时候 明白吗 他们把他乳去 他们就乱乱丢 然后就把他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让他住在这里 或者是放这个人 他们就是这样抓 然后这样混种 混种 混种 明白吗 那这些人呢 在混种的当中 当然他们是 以色列当地 最危险的敌人来的 听好 最危险的 意思讲最危险 然后呢 也给很多威胁的 那以色列你要明白 他们有一个原则 他们的原则 很奇怪的 因为照神的原则 有时就是很奇怪 对不对 我刚才已经讲了 是颠倒的 你曾经读过 有一些王 本来是应该派这个军队过去 他们是派 什么呢 诗人过去唱歌 敬拜赞美 然后他们就打赢战了 对不对 当亚述国来征战的时候 西西加在祷告的当中 他就拆派了什么 拆派他的敬拜赞美团 Imagine 要打架的时候 我们拆派Hannah过去 OK 然后Hannah带敬拜团 在那边唱歌 然后就赢了 所以 其实以色列本身 他们有一个原则 他们的原则就是 只要我们听从上帝 只要我们遵守他 只要我们爱主 我们的国家就会被他保护 即便我们是被敌人围绕着的 这就是以色列的人的想法 可是呢 不到几年 索罗门王过后呢 他的儿子就把他的国家 拆成北国跟南国 北国有十个支派 南国有两个支派 所以北国 你读到圣经 你每次看到以色列 不一定是整个以色列 你读到的以色列 只是十个支派的以色列 读到南国 Judah 是两个支派的以色列 原来在北国 我们讲到 如果你有听课的话 或者是上一个系列 盼望系列 我们讲到 所有在北国的王 是好的还是坏的 都是坏的 没有一个是好的 可是在南国 有没有好的王 有一些 不过不是每一个 他们怎样称为好还是坏呢 就是有没有跟从神的话 有没有照着神的指示 有没有拜偶像 如果他们拜偶像呢 就是坏的王 对不对 因为他们跟从别神 原来以色列北国 都一直在跟从别神 来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是谁的心意 要让北国完全的消灭掉 你知不知道是谁的心意 是神的心意 你听好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生命 本来来教会 是要听从神的话 按照他的指示 可是我们假装来教会 假装笑 假装做一大堆的事情 可是私底下 我们却违背神 我们心里拜偶像 我们追求世界的东西 搞不好 上帝抵挡的 不是撒旦 而是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 原来这个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要毁灭 或者是不是毁灭 是要处罚以色列 北国被处罚 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败坏了 所以上帝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要利用 在尼尼威城的这些亚述人 他们来到哪里呢 他们来到以色列来攻打 那你就看到 在早期有一个王 亚述王叫做撒曼以色 一直讲撒曼以色 所以撒曼以色来到的时候 其实非常可怕的 因为他是一个 非常有权威的王来的 其实他早期是一个将军来的 他的爸爸更厉害 他爸爸已经开始 打很多仗都打赢了 可是他登基的时候 他就开始看到 原来他能够进攻 所谓神保护的国家 在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看 这个人请问是谁啊 约拿在看 约拿就在这个时候 看清楚这些的东西 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亚述从尼尼威 来到北国 来到北国 首先他攻打在约旦河后面 过约旦河后面的两个半支派 把他们辱回去 尼尼威城 把他们去那边 分散他 甚至让他们被辱 然后第二呢 他在九一点 他又看到什么呢 他又看到这些亚述的军人 又下来 在撒玛利亚 围城 不让他们吃东西 不让他们 让他们很可怕 你读圣经啊 读猎王记 你会发现有一阵子 他们没有东西吃 为什么 他们跟他包围着 不让他们进入 不让他们进入 来到一个地步 他们 either死在里面 或者出来被打死 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 他们投降 两个支派被辱回去 也就是说 现在十个支派 有几个支派被辱 你们的算数有点慢 10-5 equals to 剩下几个 五个支派 现在这五个支派 包括约拿在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会不会怕 亚述 会 如果是你 你也会怕 那更糟的是呢 他们因为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剩下这样 他攻打 带他回去 然后亚述呢 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罪恶 已经来到一个极限了 来到什么极限 来到 也不要讲说 以色列败坏 其实亚述更坏 他们做更多的恶事 他来到一个极限 没有办法 神一定要完全地消灭他 可是神给他们机会 一起讲机会 现在如果你是约拿 你想要他们有这个机会吗 你不想的 因为约拿在早期 他是服侍一个王 这个王也是败坏的王 他的名字叫做耶罗伯安 一起讲耶罗伯安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给耶罗伯安一个话 这个话就是 王啊 你会得到这些的土地 真的在他的统治里面 他赢得了一些 之前失去的土地 明白吗 他得回来的时候 他印证了 原来约拿所讲的话 是神给他的话来的 那你看到这个先知 他现在在一个国王的面前 是又讨好国王 又很爱以色列 他看见的都是自己的需要 哪里可以再让亚述 这个可恶的敌人进攻 所以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拒我的敌人 我会问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读完约拿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整本书 你看见了什么呢 你看见了神的爱 因为你看到 原来神不只是怜悯亚述 他也怜悯了约拿 有没有人今天你在服侍神的当中 或者是你来教会 有一些东西是别人不知道的 我们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 secret 对不对 以前小学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小学生 他们有一个日记部 他日记部有一些女孩子 有锁头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有这种日记部 挥挥手一下 有锁头的 现在不流行 我小时候 我看为什么你们的日记部 有锁头的 锁头怕妈妈看到 所以要锁起来 因为他们的日记 都是叫那些 他们喜欢的男孩子的名字 都在里面 所以很多女孩子的 当然男孩子 那时候 什么都不会的 男孩子在Bernberg School 就是 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 I love you too 那种很奇怪的 你就乱乱写 对不对 其实这些 所谓的秘密 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的 可是 当我们看到 约拿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 神怎么怜悯 你知道吗 他显明 神怎么对待约拿 是非常非常忍耐的 Amen 我们感谢主 对不对 因为如果主 不对我们太忍耐 那很可怕 只要你做错事情 你迟到 这样雷劈下来 你还敢来教会吗 不敢对不对 那你迟到几次了 其实 上帝都没有劈你 你做错事情 又怜悯你 对不对 我看到 约拿的生命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说 哇神你好怜悯他 因为这个约拿 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吗 当神叫他做一件事情 他还埋怨 不只是埋怨 到最后 他还在那边发脾气 直到神要跟他讲 你有权发脾气吗 他还说 有啊有啊 你有没有这样 跟神讲过话 约拿先知就很酷 他就这样 他就跟神这样 这样抵挡 可是我看到神 没有把 把他就是用雷劈死 他再找多一个先知 去做他的工作 而是很怜悯的 忍耐约拿 更重要的是 约拿书让我们 显明看到 神爱世人的真实 所以在这四个星期 你会发现到 我们不同的讲员 会开始讲到 神的呼召 神的恩典 神的赦免 还有神的心意 今天我很想跟大家讲 原来我们的生命 透过约拿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生命的跑道 Amen 我知道Phoebe很喜欢跑步 还没有人喜欢跑步 我也很喜欢跑步 你会发现到 刚才笑最大声的 其实我发现到 其实文奇啊 他可以很快的 只要他滚就很快 跑就比较慢一点 最近我们去爬山 我们那个山 其实到山顶 是叫做十楼 然后到二楼 他就开始不讲话了 他说 哇 很累 很累 我说二楼才 二楼 到十楼是很远的 可是我们的生命 不只是像爬山一样 像一个跑道 这个跑道 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跑道 有时候我们会很精神 有时候会很疲倦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第24 还有25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起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第25节 凡焦力真胜的 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保罗跟教会讲说 你们要跑就好好的跑 所以我每次讲说 你要回应就好好的回应 大声的回应 阿们 再来一次 要大声的回应 阿们 这样比较好一点 可是有时候我们大声也好 我们跑怪也好 如果我们跑错方向 那个是很可怕的 来看一下短片 有声音吗 他跑得很开心 可是他跑错方向 你知道吗 今天有好多人 你看他们Instagram 他们很开心 他们去哪里 去哪里 我跟你讲 我真正认识有一些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 跟他们Instagram 是完全不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只是看Instagram而活 Instagram 这个是新的social network 要来了 你看别人的Instagram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好像很幸福 可是你真正接触他们的时候 他们好可怜 为什么讲这句话可怜 不是因为我骄傲 是因为我发现到 他们生命没有价值 没有深度 亲爱的弟兄姐妹 年轻人 当你们在跑的时候 现在年轻人觉得 哇还有很长 我可以慢慢跑 可是你要知道 就算你慢跑 或者是快跑 你要跑对方向 你要跑对方向 你知道约拿 当神呼召她 叫她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第三节 第一章的第三节 圣经告诉我们 约拿却起来逃往 一直讲逃往 他逃往他社区 下到约帕 约帕 所以你看 当上帝呼召他 去到尼尼威的方向 其实是往上的 可是他却往下走 不只是这样 他往下走的时候 他跑去 去坐船 要去到他是 他是好远 要坐船的 他的意念是什么 他的意念 只要我逃远一点 神就不会叫我了 我记得 我要进全时间服事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觉得 我有一个张力 这个张力就是 我觉得我不够属灵 因为我刚刚 break up from 一个relationship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一幕 然后呢 又有人讲说 你要不要 Chris来全时间服事 我就说不可以了 我这样移谋的人 哪里可以 你知道我 我来到一个地步 我跟人家讲说 让我去祷告 可是我不敢祷告 有没有跟人家讲 你祷告 可是你没有祷告 我那个时候 就是讲片话 然后就跟逃避神 因为 怎么逃避神 你走到哪里 其实都会遇见神 只要不祷告 你这样pretend 没有事情 不敢祷告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一祷告 我一定输的 我这是不要 所以我的逃跑 跟约拿 有点相似 约拿是真正的 跑去另外一个地方 可是我在我心里面 我逃跑 感谢神 祂最后还是抓住了我 因为我在约南的一个短宣 没有办法 要预备信息 还是要祷告 没有祷告也不可以 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说话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要知道 如果你要被神使用 如果你要走在 神的旨意的当中 如果你要活出真理 你要知道 神爱世人 然后你并且要把这个爱 传递出去 好像神拆解你出去 首先 你要愿意接受 不喜欢的东西 阿们 拍一下你旁边 跟他讲 你要愿意接受 你不喜欢的 然后你跟他讲 我接受你 不一定是你不喜欢的 你已经接受了他 对不对 约南要接受谁呢 约南要接受 有一天会统治他国家的 约南要接受 有一天会毁灭他国家的 约南要接受一个 他很讨厌的敌人 他要接受这些敌人 如果他去传讲福音的时候 如果他去警告他们的时候 可能他们不会死 可是上帝的计划 就是很奇妙的 上帝就是要他这样做 好让他能够使用亚述 来处罚以色列 那这个可能对你来说 你的神学观念 你的脑袋已经开始在讲 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 我跟你讲 我们的神是爱我们 跟爱全世界的人 到一个地步 有时候你都不明白 所以我们要首先 接受我们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什么 接受你不喜欢的人 接受你不喜欢的人 有些人 他们去到不同的国家 他们吃东西 他们流露出来的 对我来说 是有种族侵视的 我看到甚至很多基督徒 有些去宣教 我其实很不喜欢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的朋友们 都有这样的反应 闻到味道就在那边 很臭 或者是觉得某一种人 他们讲话很好笑 我跟你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被神更新了 你说你是基督徒 那我们应该接受 一起讲接受 因为神接受你 你觉得你很可爱吗 就是因为神接受你 他可以接受更多的人 如果教会都是很可爱的人 这样你去找 没有一个完全的 如果你找到一个 完全完全可爱的教会 不要进去 因为你会毁掉那个可爱 今天好像在骂人 我是在讲自己 因为有时候 有些人就是在那边找教会 找这间教会不好 那间教会不好 这个牧师讲道太长 这个牧师讲道很大声 好像在骂人这样 今天我讲 我要笑多一点 会不会比较有笑容一点 耶稣很爱你 你知不知道 然后呢 我发现到 每一次去找教会 跳来跳去的 都是有问题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原来神接纳我们 所以我们要去接受 甚至有一些不可爱的人 Amen 可能你不喜欢的人 不是因为你的问题 有时候真的是他们的问题 有时候他们虚伪 甚至在你的工作场所 你想要传福音给他 然后你发现到 他每一次在那边 gossip about you 你每一次去爱他 你买礼物给他 他就在你后面 讲你的坏话 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你要去爱 你要去接受啊 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 你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第二 你要接受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做对的事 不一定是好受的 拍一下你 还没跟他讲这句话 做对的事 不一定是好受的 有时候做对而输了 好过做错而赢 明白吗 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说 当你输了 这个争论的时候 其实你在做对的事情 当某些 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我知道我当兵 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当兵要测验 叫TSR Training Safety 什么 Regulation 然后每一次去TSR 我们这些 重新去服兵役 其实有很多东西要读啊 他给你一个晚上去读 是读不到的 所以去到那边 就开始测验 其实很简单的测验 不过我 他开始给大家测验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那军官就离开了 他离开的时候 他知道每个人都会抄来抄去 抄来抄去 然后抄来抄去 他就说 OK 现在 Exchange 你的测验 你要Exchange 叫旁边的人跟你改 那我当然是写完了之后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讲对的答案 你就跟他改掉 写对的答案 不是改对还是错 是改对的答案 我很单纯的去改对 改错 当然我的朋友 全部差不多对了 就Bass 而且Bass 要拿90分 因为是 Safety Bass 要拿100分 100 over 100 拿90分 over 100 这个不容易 你要 只有 可以 搓一两题才 然后我就搓一题 我搓一题 我搓一题 不懂是一题还是两题 我也忘记了 总之 当他 说 OK 谁Fail啊 200多个人 谁Fail 没有人举手 然后我举手 然后他们全部笑 他们觉得我笨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都给你答案了 然后你还会Fail 可是对我来说 我是真的Fail 他说 你要重考啊 然后我说 你要给我重考 我就重考 可是在我的笨笨的当中 让人家觉得我愚昧的当中 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错就是错啊 为什么我要逞强 像别人一样 你知道吗 今天有好多基督徒 他们总是会讲说 没有人在做 你不要笨笨啊 不要笨笨啊 我今天跟你讲说 如果神要你笨笨 你就好好去笨笨 因为你太聪明了 你聪明到一个地步 你就很像月娜一样 他很聪明 他已经在想很多的事情 他有策略 你懂 他要去到他时 他要买那个船票 你知不知道 他要怎么下去 他已经策划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基督徒 你在你的聪明的当中 你失去了神给你的旨意 你失去了走在神的命定的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聪明到这样 要在神的旨意当中聪明 第三 你要接受你不喜欢的答案 你知道最近我在 我在预备的当中 我就读到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到Chris Watts Chris Watts 是什么一个人呢 他的家 他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儿 还有一个漂亮的太太 他的太太还怀着第三个孩子 可是就因为他们的家庭的争论 因为他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们吵架 几乎要离婚的当中 他把他的孩子 全家人全部杀了 他同了他的自己的太太 把他的自己的 还没有生下的孩子杀死 然后再把他两个女儿杀死 然后把他们的尸体 放在一个oil tank里面 他的太太的尸体 埋在他的旁边 就是他工作的地方 后来人家找不到他的时候 警方打电话 他假装 好像他的家庭不在 后来被发现 他承认 他残杀了他全家人 残杀了他全家人 请问这样的人 会不会可恶 再问多一次 你们有点吓到我 比可恶更可恶 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愤怒里面 要跟他压下去 我说哪里有这样的人 然后我在读的时候 有一个妇女 她是一个基督徒 她是一个老师来的 她就写信给一个牧师 她说Dear Pastor John 我是一个33岁的妈妈 我是一个老师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读到这节新闻的时候 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发现 当她在坐牢的当中 最近她遇见了神 然后呢 她在监狱里面 找到神 跟神 她领受了神的平安 她就做了一个见证 说I found peace in God 在监狱里面 然后呢 她说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说 神会饶恕这样的一个人吗 今天我要冲击一下大家 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如果甚至这个人 是对付你的亲戚的人 贴近的人 我想到如果 她的妈妈听到呢 就是她太太 她的岳母听到 他们有什么想法 什么样的冲击 当然 Pastor John Biper 他给了很多的答案 最后的一句话 他丢给我们 去思考 他说 难道 当一个杀人犯 可以得救去天堂 我们就应该生气 而我们这个人 得救 却应该喜乐吗 也就是说 今天你的罪 跟这个人的罪 不能够相比 因为罪本身 就是影响我们 下地狱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好多人 总是不喜欢听 这样的消息 我们对于自己的正义 总是在论断别人比较差 他们应该这样 所以教会的问题 总是从心来的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学习 接受我们不喜欢的 再拍一下 你旁边跟他说 你要接受不喜欢的 第二 神的意念 是高过你的意念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比较聪明 可是 你要记得 你懂 我们每次讲说 我们的神 是三维一体的 对不对 The Trinity 不要成为那第四个的 加进去里面 因为每一次基督徒 很喜欢做帮主做决定 约拿帮主做决定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 原来神 他有更好的计划 他就拆拍一条鱼 有些人讲说 这个是神话故事 可是你知不知道 在很多的研究的当中 有鱼能够吞一个人的 我不要给太多的 这些的科学的定义 可是我要你明白 神的话就是这样解释的 可是你也要明白 原来约拿 他被吐出来的时候 去到尼尼威 那段日子 他要走好远 他走三天 那个城要走三天的时间 走到那里 他只讲一句话 你们要死了 你们要死了 这个是我的 我的paraphrase 40天你们就要死了 40天你们就要死了 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 跟12个祝福是完全不一样的 OK我们去跟人家讲说 你要不要有12个祝福 可是他的传福音的方式是 你们要死了 多40天 你们可恶到这样 你们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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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圣灵谴责到一个地步 他们全部开始悔改 圣经告诉我们 连他们的牛羊 他们都放那个sack cloth 你可以想象 他们放sack cloth的时候 就是悔改 王听到的时候 也开始悔改 整个国家开始悔改 一个极大的复兴 我们最近在为 希望与你有约祷告 对不对 我们要看到 我们国家体育场 会更多的人 我们看到人家会悔改 你看约拿 他一个人讲不到几分钟 然后走来走去 讲异样的东西 然后整个城市 复兴悔改 为什么 因为有神的灵 一直讲神的灵 Amen 再来一次大声地讲神的灵 你知道今天我们在 预备很多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 离了神以外 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的 所以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 让我们没有时间 和他辩论他的计划 Amen 让我们知道 原来走在神的旨意是最好 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知道我来到救主堂的时候 当我要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要去蒙古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原来上帝的计划 不一定是我的想法 当我发现到 我不能够去蒙古的时候 后来我就被拆拍到华文部 然后呢 我的这个拆遣 来到华文部的时候 我在这几年看到 有好多好多的年轻人 被兴起做瞳孔 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David 然后我还记得 那时候我在帮助他们 什么Hatland Fever 好像是Brian 负责的 然后我就说 这个年轻人好可爱 然后他就一直问我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应该叫你Uncle 还是传道 我说随便 你叫我A 我也是可以回应的 后来 他算是第一个 然后Brian也是其中 很早期 燕玲 他的太太 我也开始认识了他们 慢慢地在牧养的过程当中 这么多年的当中 我看到他们的成长 我看到他们 有自己的家庭 有一些看他们生孩子 不是真正地看到他们生孩子 是看到他们的孩子出来 然后呢 一个两个的 我们今天看到 伟林 成为传道 我跟你讲 如果我没有来到 生命之光 我可能就没有看到 这一幕 有一些你们有一些的 想法跟梦想 那你一直觉得说 神啊 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梦想 我只能够跟你说 每一步 听从神 每一步 寻求神 我还在寻求啊 当然我现在放 Nikolas的脸 虽然他不是 他是unpaid staff 因为他还没有 在我们的payroll的当中 我把他的名字 把他的脸放在里面 还有一个question mark 就是可能在当中 上帝带呼召 有一些年轻人 你们可能就成为 我们的同工 那我有没有 还在寻求 还在跟随友啊 最近有人问我 哇 最近为什么你好像天使这样 我说因为我要 越来越升工会了 我去上这个 退休会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 我不明白 那这个退休会 其实预备我要 去案例做牧师 穿袍 我们在别的升工会 是有穿袍的 可是在我早期有穿过袍 后来在这次我穿袍 我都发现到原来袍不一样的 牧师本来要借我他的袍 后来发现原来牧师的袍 跟这个袍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battern不一样 后来我就说 每一天早上我们要带成岛 我要带成岛 然后带成岛不是照着我 我会带成岛 是我的方式带成岛 很容易 可是如果是别的方式 要拿公岛书 我就从来没有带过 然后我第一次穿袍的时候 然后上楼梯差点跌倒 然后要跪下来的时候 我跪下来的时候 我好像被那个袍掐到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为什么你们好像很轻松 他说穿袍 跪下来要拉一下你的袍 再跪 这些东西 其实会不会跟我 敬天堂永生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这些小细节 有时候觉得好像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可是就是这些小细节 让你很烦 你知不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为了一些小小的东西 我们觉得很烦 我们忘掉了 原来神有更高的旨意 在我们的生命 原来神呼召你的时候 他有更美好的计划 在你的生命 你不要为着一些 点点滴滴的东西 好让你突然间 不想做了 你可不可以想象 现在佩文 他在怀孕的当中 然后为着一些点点滴滴 他说 我不要生孩子了 不可以 对不对 他已经在怀胎了 他孩子要快快出来了 可是如果有一天 他说已经九个月了 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 我的老公Ivan 已经跟他吵架 我竟然不要生孩子 不可以 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计划 让你怀在你的生命了 你已经在怀胎了 你已经在拥有神的美意 在你的生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看到神的旨意 不要看到自己的梦想而已 第三 最后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 对准神的心 当约拿在最后一章 你会发现到 他坐在城外面 他在想什么呢 他在想希望 神把他们毁灭掉 希望 希望那个雷劈死他们 他坐在那边 可是他发现到 原来 当他开始看到他们悔改的时候 他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情 他也知道说 神是怜悯的神 所以他坐在那边 天气很热 突然间 神让一个植物长出来 很快地长出来 哇 他觉得很舒服 因为 他觉得不热了 又很快地死掉 他又很生气 他又骂 神 为什么你让这个植物死掉 哇 这个约拿仙子啊 真的是 很奇怪的 很不可爱 很不顺服 不是一个很好的仙子 可是他就是跟神有这样的关系 他给我们一种希望 对不对 这个希望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烂啊 应该可能会比越南好一点 对不对 你至少不会骂神 对不对 然后甚至神要跟他讲说 为什么你这样生气 你有资格生气吗 他说 有啊 我有这个生气 因为这个植物上来了 他说 因着你生气 你为这一个植物 又不是你栽种的 又不是你付出的 你都为这个植物而 觉得很可惜 难道在泥泥威城 有这么多人 他们要死了 我不应该为他们着急吗 牧师要建立一个 传福音的教会 我很 我很阿们 因为我们的生命 如果有一天 我们回天家的时候 我们什么人都没有带进天堂 那我觉得 我不能够跟主交掌 我今天早上 牧师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 我有一个 我觉得很感动 我想讲他的见证 然后我也问了他 permission给我讲 你们都认识东方比利 对不对 东方比利下个礼拜 来讲见证 可是他今天早上 他说 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 很怕人家12点过后打给我们 我也是很怕 而且12点过后打来 都是很紧急的 所以他那一天 不懂在哪一年 我也忘记了 就是在凌晨的时间 有人打给他 就是东方比利 他那时候29岁 那你接到这样的电话 你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 OK啦 回应啦 回应的时候 讲了就两三个小时 在那边讲 东方比利 见证说什么呢 他说 那一天 他打给詹牧师 他讲完电话 他就打算要自杀了 因为他得了癌症 可是就是因为那一通电话 就是从那天 他打电话给詹牧师开始 詹牧师愿意付出时间 愿意施舍时间 愿意把神的话 再一次的强调 放进东方比利的心 今天我们看到 东方比利 他在世界各地做见证 他没有在 三十岁就死了 他五十多岁了 他那一天 听到詹牧师的话 他就没有自杀 我们还有很多的见证 因为我知道 陈福他企图自杀的 那一天 也是 斐黎们 突然间打电话给他 然后我们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 你曾经有想过 我们今天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开始约拿书 不是要跟我们讲说 要知道约拿书的背景 有多好 让你知道这些背景 让你知道亚述多么可恶 让你知道约拿多么不听话 神仍然掌权 神仍然爱世人 神仍然使用约拿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间好感动 我跟主说 主啊 如果你可以用约拿 你可以用我 即便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你觉得 你做错太多事情了 可是今天来到神面前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 耶稣他自己本身 在福音书里面 他说 约拿三天三夜 在鱼的肚腹里面 人子也要三日三夜 在地里头 哇 一个这样不可爱的先知 一个这样不听话的先知 神怜悯他也罢了 连耶稣也把他的经历 来对比他自己本身 顺服神到十字架的 这个过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好 当你今天开始读约拿书的时候 你要明白 原来约拿书是一个宣教的书 约拿书就是差遣的一本书卷 约拿书就是要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到永生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在结束的当中 我知道今天有一些 你可能在思想 你在思想 主啊 我能够再怎么活着 比较逃你喜悦 甚至有一些你可能觉得说 主啊 我做了这么多错事 你还会饶恕我吗 或者是你觉得说 主啊 我一直在try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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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就是没有力量 可是你知道 有时不需要力量 你只要顺服 你只要答应 甚至你不答应 有时候神也会 拆拍大鱼吃掉你 然后再吐你出来 神有祂的方式 今天 在这个生命的跑道上 要不要跑得远 要不要跑得有力 就看你 因为今天即便我们走到很辛苦的时候 我们要紧紧跟随神 就这样子就会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